作为一名科技区UP主 手机总共难免会多安装几个微信 但说实话 这些都不是我常用的微信 像左环的手机 点击计算器 输入现在的时间 才进入我真正的微信 在这个微信中 别人的消息是无法撤回的 有天记录也是可以随便修改的 当然余额什么的就更不必多说了 随便更改就是了 甚至连语音通话 都可以替换成你想要的视频 但这也仅仅是高级版微信的 冰山一角 无论你想不想拥有 我就建议你看完本视频 绝对会让你大开眼界 那么废话少说 正片开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宇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 iPhone手机微信多开的教程 也收获了180万家的播放量 这期视频虽然花费了小宇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仍然有很多小伙伴表示 看不懂太麻烦了 所以这次小宇又花费了很大的功夫 给小伙伴找到了一个 全新的安装方式 不但省事省力 而且需要一年许签一次即可 即使中间掉签 也不会丢失微信数据 简直完美 但这种方式可能会花费一些小钱 是花钱买方便 还是直接用免费白嫖的 大家自己订哈 小宇是稳定使用了一年左右 才敢给小伙伴们分享 这期视频同样适用于 任意版本的iPhone手机 目前应该没有人比我的版本更高了吧 在浏览机中输入这个网址 多开点inj 就是多开的拼音 众所周知 小宇的网站 经常被大人额外照顾 所以在这个页面 你能看到网络的状态 如果服务器被干瘫痪了 也方便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点击下方的访问效益数卡 进入证书介绍页面 填入你的邮箱 三到五分钟左右 邮箱中将会收到这样一封邮件 包含证书兑换码和长远线的下载链接 交往只付到6软器中打开 然后点击安装 允许下载配置描述文件 然后在实质中搜索设备管理 安装刚才的描述文件后 就会在你的桌面 出现XN这款软件 打开软件后 在证书选项中 点击右上角的设计菜单 然后点击证书兑换码 输入右上角中的兑换码 就能解锁 赚出你设备的证书文件了 最上方的就是自己的个人证书 下面带有起字的 都是免费赠送的企业证书 到这里你就完成了80%的操作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而且这款证书 掉签后会自动补钱 微信数据也不会丢失 那些号称永不掉签的商家 我用了不到一个月 店铺都消失了 去年因为证书好用 还被同行攻击了 当然前几天还被恶意举报了 所以证书的质量 不必再多解释了吧 全靠同行振脱 接下来就是安装高级版微信了 打开超燃签 在应用选项中 点击转角的三点菜单 点击导入本地应用 选择高级版微信 这里也有官方原版微信 无任何外外的功能 使用起来更加安全 不过说实话 只要你的微信 不是刚申请的小号 通常都不会被封号 至少我个人 一直在用高级版微信 从来没有被封过号 导入之后 会让我们选择签名证书 这也随便点一下其他地方 先跳过签名 点击右上角的三点菜单 选择签名方案 通常这里会有一个默认方案 如果没有 可以推掉程序 重新进入 这个地方就有了 如果还没有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添加一个 点进入这个签名方案 你可以看到很多信息 在这里可以修改软件的名称 图表的 如果不懂 保持默认即可 这里也会做一个 视频的超级详细图文版 放在视频警戒中 里面会详细介绍各个功能 小伙伴们可以在简介自取 然后点击这个微信 选择签名安装 证书选择本机 这是我们个人的证书 没有签名的软件 是无法安装的 然后就会自动签名软件 签名完后 我们点击签名安装 放开桌面 就能看到正在安装的微信了 OK 安装成功 现在我们手机上 具有两个微信了 怎么样 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最后教给小伙伴 如何使用这款高级版微信 打开高级版微信 点击登录 点击右上角的iPad 然后点击同时在手机和iPad上使用 使用手机骚码 然后你就在两台手机上 同时使用一个微信了 登录上微信之后 在个人中心 就能看到插件选项了 点击插件 就能看到各种功能的插件了 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上面的小字 一切插件行为均有可能导致微信账号被停封 所以兄弟们还是要谨慎使用 随便点击一个插件 就能看到里面几十种功能了 转下滑动 开启消息防撤回 别人给你发的消息就无法撤回了 勾选微信预额修改 随便修改一个数 你就可以装 哔哩哔哩了 勾选转账金额和聊天文字修改 你就能修改微信的转账金额大小 和别人的聊天内容了 所以谁说视频不能造假的 像是下面的小游戏作弊 自动圆图 顾名思义小宇就不再给兄弟们演示了 这个插件叫做虚拟视频 必须给兄弟们介绍一下这个插件的功能 勾选虚拟视频后 点击选择视频 选择一个视频 然后你跟别人打视频通话时 就会显示刚替换视频的内容 怎么样 就凭这个功能要个三连不过分吧 休想滑动打开计算机伪装 反回桌面后 你就能看到你的微信 就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计算器了 是真的可以算数 如果你想要再次进入微信 只需输入当天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真正的微信了 所以快去看看你的男朋友手机上 是不是还有另一个计算器 但其实每个插件里面都有几十种不同的功能 小宇就不在这里一一介绍了 如果兄弟们想安装上述高级版微信 记得私信小宇高级版微信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的内容 我是雪宇宝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